《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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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來看薩摩爾記上第二章 請看薩摩爾記上第二章 我們要從三十節 一直到三十六節的這一段經文 這個是我們首先要了解的經文的內容 我們現在講到終始禍端 紀錄在聖經裡面的小弟所累積的第四個事件 這個事件是發生在當時的祭司以利的家庭裡面 當我們看到薩摩爾記上二章三十節以下的經文 小弟個人讀了 真的我眼淚都掉下來了 如果以祭司以利的角度來講 那麼小弟今天也是在神的聖殿裡面來做服事的工作 那如果我的服事導致讓神在我的家庭裡面下了這麼大的咒诅的重手 那這個真的是 怎麼講呢 真的是一種我們講 讓人家覺得不可思議的 不應該發生在這一個祭司的家庭裡面的事 那我們詳細把它調列化 這個以利的家屬到底受到了神什麼樣的咒诅 或是一道後代的子孫呢 那麼第一個在三十一節的上半節 我們的神他取消了這個祭司家族對神服事的資格跟能力 就業時代的祭司它是這個宿習的神的命令 那現在我們的神告訴以利說 好啦你們這個家族的服事到處結束 綁壁我要跟你折斷 那這個是一個永遠這個家族 永遠都沒有資格在神面前從事服事的一個家族 好 那麼第二樣咒诅 我們的神說 在你這個家族裡面所生出來的孩子 全部都終年就會去世 在三十一節的下半節 三十二節的下半節 在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 所以這個家族都是到了中年 我們神就把他的生命取走了 而且永遠每一代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說這個是後期 這個後代的子孫 好 那麼第三個 我們的神告訴以利這樣說 在三十二節的上半節 你一定會看到我居所的敗落 那麼他特別講的就是說 你一定會青年看到會幕的衰敗 那麼我查了一些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都說 會看到神的約會被採到外當人的手中 那麼約會在救耶穌象徵神的這個同在 所以在你有生出戀 你一定會看到我們的神離棄以色列人 第四樣的咒詛 如果你這個家族在三十三節的上半節 如果你這個家族有幸存者能夠活過中年 我覺得這個是更進一步的這種咒詛 那麼這一些幸存者 他們的生活都會令人感到傷心欲絕 看到的人都會痛苦的不得了掉下眼淚 那到底是什麼痛苦會讓這一些活著的人 看到他們的後代祖孫中年死掉會掉眼淚呢 在三十五節跟三十六節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們後代祖孫永遠都會被生活的經濟壓力壓迫 所以他們本來是祭書家族 他們會去找祭書說 拜託啦 可憐我啦 給我祭書的工作讓我能夠得到一點點這個 聖經說病啦 得到一點點經濟的來源 好維持我的生活啦 看到後代祖孫活得這麼痛苦 活得這麼沒有尊嚴 活得沒有什麼人格 那這個是真的讓這些人 讓這個幸存者怎麼樣 傷心欲絕 那麼最後我們的神說 我一定會給你一個證據 這個事情必定會成就 在三十四節裡面 我們的神給他的證據說 你的兩個兒子一定會同一天死亡 那如果我們看到這個 撒末爾記上的第四章 在第四章的十七節到十八節的經文 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麼以利的兩個兒子 真的同一天就死在戰場上面 所以神對這個家族 以利的家族所下的咒詛 就全然應驗啦 因為是有證據的 所以我個人在讀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這個以利的舒服 導住到他的後代子孫 永遠都落在這樣子的 咒詛的痛苦裡面 那麼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來看第二章 第二章的二十九節 那麼二十九節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神 責備以利說 你怎麼樣 這個縱容你的兒子 來踐踏我的祭物 所以我們的神說 你尊重你的兒子 已經超過尊重我了 所以我訂的題目叫 以利的尊重 我還打一個問號 到底在我們一個成人的宿界裡面 你尊重什麼 超過神 那我們的神 我先解釋一下 這個践踏是什麼意思 那麼 我去查過他的意思 就是說 用腳踢 不遵照神的規矩 而隨自己的意思來寫 就是氣神如席 氣神好像如草鞋一樣 我隨便踢他 我隨便踢神 你講什麼 跟我都沒有關係 那這個尊重 到底又是什麼意思呢 尊重他的原文書 叫做 有分量的尊榮 並且給予他榮耀 以利你的兒子 到底做了什麼事 你不單單不主聖他 任憑你的兒子 不按照神的真理 然後隨意而行 踐踏神的律法規定 然後呢 然後你還 怎麼樣 就是說 在管教兒女這件事上 你竟然是 親夫的了 我們來看神對這一個事件 除了這一句 二章的二十九節 這一句話之外呢 我們再來參考 薩摩爾記上第三章 那麼從十一節到十四節的 這一段經文 那小弟特別著重的是 這是第十三節 這個是薩摩爾第四次神呼召他的時候 所告訴他的這個言語的內容 所以在第三章的十三節 我們的神 他就下了一個結論 告訴薩摩爾 他說 他知道兒子作孽 他不是不知道 不是在一個無助的狀態當中 他知道 然後呢 至遭咒詛 卻不禁止他們 那到底他的兒子 到底做了什麼樣 讓神感覺到非常憤怒的事呢 那這個當父親的 又沒有去管教他 沒有去好好的主政他 我們回到薩摩爾記上的第二章 我們看十二節 一開始聖經就講到 以利這兩個兒子 第一個是惡人 那這個惡人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在神面前是無主輕重的 沒有真理原則的人 他們是在聖殿裡面 在會幕裡面 要服侍神的一個 是這個家族傳承的祭司 但是我們的神的眼中 看到這兩個祭司怎麼樣 我們的神判定沒有價值 在我眼前 根本就沒有重量 因為他已經脫離了神 告訴他們服侍的真理 所以接著十二節講說 他們這兩個人不認識神 那這個不認識神 就是不尊重神的話 來做服侍的工作 以他們的服侍行為 來惹神的憤怒 用行為來觸犯神 那接下來這個內容 我很簡單這樣描述 描述一下 大家應當能夠清楚 獻祭的時候 我以平安祭 因為有五個祭 我就以平安祭 來當作一個說明 那經文我給大家 我用講的 我就不跟大家一起讀了 小弟根據的經文是 立位記三章的三節到四節 第七章的十五節 還有第七章的三十二節到三十四節 你看 我們去看這幾節 這幾節的經文 你知道 既有時代如果他們 出現平安祭 那他們把肉 把這個祭物 拿到神的祭壇前面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 要把這個美好的自由 先獻給天上的神 不可以用 不可以說 整個生肉就獻給神 一定要把這個回肉 把這個主油先獻給天上的神 然後呢 主油獻給神 燃燒給神之後 他們再來煮這些肉 然後再拿到神的面前 有一個宗教的儀式在獻給 這個過程在獻給天上的神 那這個平安祭 祭司是有一些肉 可以歸屬給祭司來吃的 比如說這個祭物的胸肉 還有右腿肉 是歸給祭司可以享用的 這個平安祭 他獻的過程是這樣子的 那你從十二節看到這個十六節 你就會發現 這個以利的這兩個兒子 他完全不管神到底怎麼規定 所以他們已經混亂了 獻祭的整個儀式的過程 所以深深地得罪神 聖經說主肉的時候 拿這個三叉的叉子 肉一叉他就要了 還沒有獻給神啊 不能用啊 十五節主油還沒有燒的時候 他就要生肉 連肉帶油我都要 這個油是歸給神的啊 然後到了這個二十二節 我們就可以看到淫亂 跟這個事後會幕的婦人淫亂 讓我們感覺到觸目驚心 怎麼一個福祖耶和法真神的祭書 他會這樣子呢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剛剛看到的三章十三節 我們看到神責備以利啊 說以利沒有禁止他們啊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以利 從這個第二章的這個二十三節以下 到二十五節 我們發現這個以利 他沒有素俗的去責備這兩個兒子 那我們也可以講 他沒有做有效的責備 不但沒有在數當的時期去做管教 那他也沒有什麼 他也沒有去做有效的責備 甚至在二十五節 二十四節二十五節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以利的責備是溫和性的責備 我們看 請電腦說一下 真言二十三章的十三節到十四節 真言二十三章 十三節到十四節 我們天上的神 祂在聖宗所留給我們 是嚴厲管教自己的孩子 那這個是有效的管教 因為為了要讓祂能夠進入神的國度 而且這種管教不是溫和的 是可以用仗打的 那這個神真理的管教 我們下一代 我們神所留給我們的 好像跟今天我們人類社會說 尊重人權 這個好像有衝突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神是要我們去嚴厲的 不是溫和的 我們的神是你要做有效的 不是無效的 那當時的寄宗以利 他都沒有達到聖經裡面 我們的神所給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教導的方式 所以我們如果從以利的身上 我們發現這個終極禍端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他沒有在信仰上 沒有在服務上 好好的來教導他的孩子 以我們今天認知的角度就是 他的這個孩子還小的時候 他的這個宗教教育他做得不好 沒有盡到在宗教信仰上教導的責任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我們從聖經以利的身上 我們所了解的重點 那現在第二個部分 小弟要來談一談 孩子是神賞賜給我們的產業 在詩篇127篇的第三節 有這一段經文的根據 我們家裡面所生出來的孩子 這個是神的產業 是戰術交在我們的手中 讓我們要能夠去教導他 那現在我們來看聖經裡面 這個就業新約的一對人物的對比 這兩個孩子即將被神安排來到這個宿界的時候 我們的神都事先告訴他的父母親 那當時這兩個孩子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這兩個孩子還沒有出生 就有很多人在問 那這個孩子將來會變成怎麼樣呢 我們先來看就業的這個代表性的人物 因為我們的神都告訴他的父母親說 這個孩子我已經命定他們要為我做服事的工作 但是到人生的最後的結局是一個成功一個失敗 我們來看四書記13章 四書記13章 請看12節 這個是參孫的父母親說的一句話 背景大家自己去看 參孫出生的整個來歷的背景 大家要看這個四書記13章 這個孩子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我們的神就來告訴他的父母親說 我會讓你生一個孩子 那這個孩子在第五節說 他一出生就是歸神為聖 神已經檢選他來做服事的工作 那麼在我們看12節 下半節 這個為人父母的他們就問神說 我們當怎樣對待這個孩子 他後來當怎樣 他後來會怎麼樣 我們簡單講說 這孩子將來怎樣呢 那我們從四書記裡面所提供的數量 我們知道參孫是一個悲劇性的事實 他的父母親我不知道怎麼教導他 可是這個孩子到最後他是被神弃絕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施洗約翰這個人 我們來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請看66節 施洗約翰 也就是我們的神 起訴他的父母親說 我要讓你生一個孩子 在第一章的十三節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們的神也告訴為人父母的說 這個孩子他將來就是我的開路先鋒 都是歸神為聖 要做神聖功服術的一個神命定的工人 到了路加福音一章的66節 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有很多人聽到了 這個來地背景你要注意 你可以看 當時就講了一句話 說這個孩子將來會怎麼樣呢 參孫出生的時候 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這句話父母親也是在問神 這個孩子將來會怎麼樣 那施洗約翰也不例外 很多人一直心裡面存著一個問號 就是這個孩子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安排的 那這個孩子將來會怎麼樣呢 那當然從聖經提供的資料 我們曉得這個孩子 這個參孫是失敗的 施洗約翰是成功的 因為後來參孫 他是屬在這個 灰利士人的廟裡面 跟灰利士人一起死掉 那如果你看施洗約翰 在馬太十一章的十一節 聖經記載說 這個耶穌親口講的話 說馬太十一章十一節 電腦都要配合做一下 有時候不換經文的 我們的神都講什麼 我們的神都講說 環婦人所生的 沒有一個興起來 大過施洗約翰 這個是我們大家看電腦投影 投影螢幕的救助 這個是耶穌基督他親口講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可現在施洗約翰在這個 耶穌基督的眼中 他是一個非常成功 非常有價值的神 重用的工人 那施洗約翰的成功 到底是成功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八十節 我就強調一個重點 在路加福音一章的八十節記載 在思學院整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聖經記載說 第一個是什麼 心靈強健 我去查考了一下這一句話 他所代表的內涵 就是說他這個屬靈的生命 是非常穩定而且強壯 我們想一想 我們的孩子也是在神的安排當中 然後他出生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那當這個孩子來到我們的家庭裡面之後 我想為人父母的 現在第一注重的是這個孩子 就是他本身的這個升量成長的狀況 身體的健康情況到底好不好 所以為了讓孩子能夠健康茁壯成長順利的成長 很多父母親就是不惜這個花卉這個 寄支 重金 買最好的奶粉來給我的孩子吃 所以若山這個是吃最好的奶粉 體格很壯 那配寒我看吃的奶粉大概沒有那麼好 身體好不好啊 所以你看這個小時候 父母親 孩子之間在做比較是做什麼比較 哇 金華火腿啊對不對 白白胖胖的 身體很健壯啊 那現在假設兩個孩子 這個孩子 這個孩子怎麼樣 五分 為什麼 身體已經棒 從來不生病 身體很健康 而且茁壯速度非常非常好 身量非常好 好 那麼這個孩子 這個 閩南話 高小孩 高小孩 就是說這個 養他 養得好像毛病很多 那麼就是在這個 搖搖擺擺的這個 不是很好的狀態當中 他長大了 所以如果從一到五分 我們給他大分數 這個五分 表示身體已經棒 那這個呢 一分 這個 體肉多病 那等到這個孩子 在長大的過程當中 為人父母的 會注重什麼呢 我想第二個注重的就是說 那到底他的智慧好不好 我們講他的IQ 到底好不好 所以很小 就會給孩子 刺激 刺激他腦部發育的營養品 比如說一種 含 含一種營養叫 DHA 我曉得那個代號 不是DNA 叫D 你去查嘛 叫DHA 那是刺激孩子的這個 腦力發展的一個營養素 然後這個孩子 然後這個孩子 年紀還很小 沒有達到讀書年齡的時候 可能我們很多為人父母的 台灣是這樣子的 就把孩子送到一個名詞 叫做潛能開花班 希望透過這些教導的方式 讓孩子的這個什麼 腦袋的花育能力 他的IQ 他的潛能能夠被激化出來 我不曉得我們這邊 是不是父母親也會這樣做 有沒有這種這個潛能開花 這樣子的課程 那如果經過這個 性向測驗說 哇 配含IQ350 超越愛迪生 不得了 那我的IQ在台灣性向的這個 這個智能的測驗 79 很糟糕 因為台灣要當 要當這個軍官 胡兵義要當軍官 IQ要80 我79 連當官的資格都沒有 好 那假設這兩個孩子 好 第一個孩子身體五分 現在他的智能智慧 再給他五分 非常棒的一個孩子 好 那這個身體只有一分的 我們他的IQ發展一分 因為什麼 因為一加一等於二 他還搞不大清楚 笨笨笨 好 那麼再來 孩子進入到 學習年齡階段的時候 我們父母親看中的是什麼呢 我們父母親看中的是 他學習的能力 他的技能 到底好不好 所以為了讓我們的孩子 他將來的成就 比我們好 所以父母迅速拿錢去堆積他的技能 生活的技能 有一次我在我們那邊舉辦的這個少年班特別聚會 那麼我問孩子 是這個國小數年級到六年級這個年齡層 小朋友 我們除了學校的課程之外 有在外面補習班補習的請舉手 大概一百六十幾個小朋友 九層舉手 全部都在外面補習 幾樣 我說好 補一顆的手放下來 沒有人放下來 補兩顆的手放下來 有幾個手放下來 大多數的手都還舉著 補三顆的手放下來 差不多還有一半的人手沒有放下來 補四顆的手放下來 幾乎都放下來 可是還有兩個沒有放下來 他說 你們到底補幾顆啊 他說 傳道 五顆 我們補五顆 到底你們是在補什麼啊 第一個 英文 因為台灣嘛 需要學習英文 他這個世界的 廣闊度會比較好 語言溝通能力很重要 英文 第二個 數學 因為數學要理解不容易 第三個 音樂 培養他有 這個音樂的 這樣子的一種什麼 我們不要講說服飾神啊 培養他有音樂的藝術氣息 第四個說 補作文 因為台灣考試作文 是列入在計算成績裡面的 我聽了頭都大了 我說那還有一個呢 他說我媽媽讓我選 看我要學芭蕾舞 還是去學陶藝繪畫 這個是自我興趣的栽培 那假設你的孩子也是美學必會 取一反食 對不對 非常的聰明 學什麼 就會什麼 我們在這個技能的學習上 給給他五分 那底下這個身體不好的孩子 就是學習能力不好啦 還是給他一分啦 有學習能力嘛 你總不能給他零分嘛 那我們很多父母就覺得說 哇 身體好 智慧高 然後再來呢 技能學習的速度很快 很滿意啊 缺少一樣 就是思緒耶穿成長過程當中 聖經紀錄的心靈 我要這樣講 這個 在這個世界讓人眼花繚亂的 這一些教育活動 當然可以開啟我們孩子 他在這個學習上面的一個興趣 他能夠擁有非常高級先進的知識 進入這個世界跟人家競爭 但是人因為犯了罪之後 這個罪性所帶來的人性的腐敗的一面 產生犯罪跟墮落 不會消失 所以心靈很重要 這個孩子就是不聽話 叛逆性很強 然後常常講謊話 常常會偷人家的東西 讓父母親很頭痛 雖然他身體很壯 雖然他的IQ很高 雖然他學習能力很強 但是就是心靈不好 心靈內在的生命本質不好 罪性 付一分 我給他付一分 這個孩子 還給他一分 雖然沒有很乖 講 有時候還是會稍微改一下 不會什麼一言九鼎 舉一反三 讓人家很頭痛 不會這樣 那請問 這個孩子 total 等於多少 你給他幾分 有四個相次對不對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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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一分 那第二個孩子是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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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這個孩子 給他幾分 所以 最初的孩子 有人說 十四分 五加五加五 減一 還有十四分嗎 還可以嗎 錯了 這種算法是錯的 你要打差 你用乘的 五乘五乘五 五乘五 乎一 所以第一個孩子是 乎一百二十五分 那第二個孩子呢 還是一分 哪一個孩子強 第二個孩子強 一分的孩子強 所以美國曾經發生過這樣子的一件事 美國的銀行他們有一次是希望有這個程式設計師幫他們設計這個利息的計算的程式 銀行戶頭裡面的利息的計算的這個什麼程式 因為每年都要換好幾種不同利息的算法定期的定期還會成存幾年的還有富利的計算方式火起的太多的乾脆有沒有一套很便利的計算方式然後我速度輸送進去給他該給他多少利息馬上就可以知道 那到最後有一個年輕人他拿去參加比賽他的程式被國家採用了 我們紐西蘭的利息的計算是到角嗎還是到分 比如說利息是你你這個火起的利息跟你你銀行存款算到最後你這個這一年的這個利息可以拿到這個32塊5毛5角有沒有算到分 那如果2分呢那銀行播進去多少 2分也播進去嗎 那美國他們是算到角分不算進去 好像我們在台灣就是算到角啊 你得到的數是108.25 108.23元 那那個3分就自動cancer掉了 沒有了 請問3分跑到哪裡去 比如說以我們這邊你該得的例子是32.232.528 那請問這個8跑到哪裡去 我們不會去計較嘛對不對 太小的東西啦有跟沒有一樣啊 這個程式設計師太高明了 他用這個程式轉換的方式把這個最後的尾數全部集中到一個戶頭裡面 所以他每一年可以從這樣子的一個管道當中得到幾千萬美金的天上掉下來的錢 那這個錢是誰的所有美國百姓給他的 所以後來這個人被判刑啦 他身體好 他的IQ高 他技能棒 心靈不好 內在的生命本質不好 罪性嘛 人的腐敗性 結果他對整個社會造成的危害性是相當大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強調的就是說宗教教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座為任父母的你不要跟以利一樣 讓我們的孩子不懂得敬畏神 那這本聖經我們的神告訴我們說敬畏神啊 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哦 總共講了三次 在詩篇一百一十一篇第十節 一百一十一篇第十節 講到說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 講到說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 真言第一章第七節 也提到說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 那麼在真言第九章的第十節 我們的神再講一次 敬畏神就是智慧的開端 那如果從小我們沒有辦法在宗教信仰上 你就帶他來接受洗禮 可是在整個宗教訓練 宗教教教導的最近數上 我們都是換給教會 有啦有啦帶到教會去就好了 那我們為人父母的 沒有關心我們孩子 他的心靈是不是夠濁壯 夠穩固 那導致到我們的孩子長大之後 不認識神 跟以利的兩個孩子一樣 那我們的家就進入到一個 這個悲慘的境界 孩子不認識神嗎 那怎麼從神那裡得到恩典福氣 得到生命的救恩呢 所以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是我們為人父母的 必須要護起的一個絕對的責任 我們來看耶利米書第五章 從第七節到第九節的這段經文 這是神透過先知在責備 以色列百姓當中為人父母的 一開始我們的神說 我怎麼赦免你 耶利米書五章七節到九節 這是對父母親所說的話 神問這些為人父母的說 我怎麼赦免你 因為他們所教養出來的孩子 不認識神 他們所教養出來的孩子 跟以利一樣 是在神的真理裡面 用行為去觸犯神的憤怒 所以到了第九節 我們的神說 我豈不因這些事討罪呢 我們從聖經裡面的一個非常實際的例子 我們可以去做思考判斷 以利的家屬 我們的神說 你明知道 告訴以利說 你明知道你的兒子在做壞事 你都沒有禁止他們 沒有教導他們 所以以利這個家屬就被咒詛了 包括以利也被咒詛 那如果你看就位聖經 另外一個神重用的先師 也是祭書 就是撒末爾 撒末爾的兩個兒子也是不良品 講起來是這樣 我們請電腦做一下 撒末爾記上八章一節到三節 撒末爾記上第八章 一節到三節的經文 你可以看到聖經記載說 撒末爾這兩個兒子怎麼樣 不行他的道的貪圖財力收受賄賂 驅往正主 第三節 答一下第三節 這個是撒末爾的兒子 壞蛋一個 壞蛋兩個 跟以利先祖 跟以利祭祖的兩個兒子一樣 那你會發現 撒末爾 善宗 沒有被神咒詛 都是在舊約時代 同一個書代 因為以利就是撒末爾的老師 那為什麼他們這兩個人的人生結局會不一樣 就是盡責任或者不盡責任的關鍵 界限數在這裡 所以你看撒末爾記上的十二章 一節到五節 撒末爾曾經當著他兩個兒子的面 當著眾以色列人的面 然後他講 你們可以主政我哪裡做錯 如果你們沒有辦法主政我哪裡做得不好 你們要為我做見證 在十二章第二節特別記載說 我的兒子都在你們這裡 他兒子也在現場 連他兩個兒子都不敢講 爸爸你沒有好好教導我們 換句話說 撒末爾他進道的為人父親 在宗教信仰上教導的責任 那以後孩子長大 他不認識神 不行神的道 這個是孩子的問題 跟這個當父親的 沒有什麼關係的 因為責任盡了 所以我們不要讓我們的後代子孫 被神咒詛 我們從以利這一個祭司的身上 我們就能夠看得出來 這個是關係到我們後代子孫 永遠的福分 我再強調 人犯罪之後的罪性跟人性當中的腐敗性 沒有因為這個世界上高深的學問 它就被消除掉 那麼因為這樣一個腐敗的罪性會讓我們進入罪裡面 會讓我們產生靈魂的墮落 就是不遵守神的道 所以心靈強健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用心教導孩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讓他們屬靈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能夠穩固 最後的結論 是詩篇37篇 在詩篇37篇裡面 那麼這些經文看了都會讓我們感覺到非常的感動 我們可以從23節看到26節 那現在我要特別看的是25節 我們的神說透過這一個作書的人這麼說 大衛他這麼說 他說我從前年有現在年老 沒有見過一人被棄 也沒有見過他的後裔 怎麼樣 討患就是生活過得不好 大衛說我從來沒有見過 當然孩子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所需要的各方面的能力 我們是可以栽培他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要讓你的孩子在神面前成為一個藝人 那他才是一個心靈強健蒙受神祝福的孩子 一起來唱赞美書325首 讓我來讓他聲音325 火力稱之外 5 5 6 5 5 6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